控制这个的话 可能这个会影响很多其他因素的 所以我也觉得如果过去的事情 可能那个是你不对 还是你还有那个愿望 但是你还是要放下 然后自然以后的事情 你真的要自然来慢慢来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把握 然后有以前的可悔 肯定会影响你的以后的所有事情 就是会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那个自然的东西 我也是就是可能过你的这个话题 就是过听你的话 可能我就理解一些 好的好的谢谢斯达 那么刚刚呢 我们其实来直播间的几位小伙伴 都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分享 那么安波在她的分享中提到了一个观点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因为她不仅仅在人和自然界当中 提出了这个取舍有度 她还提出了在其他方面要有 要取舍有度 比如说她讲到了 我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 要保护粮食 所以我们吃多少用多少 那我们在跟人相处的过程中 有一些话可以说 有一些话不能说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分寸 那么这个这个分寸呢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 还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词去解释它 叫做边界感 就是说我们人和人在相处的过程中 也要有一些边界感 那么我也想问问大家在 你们现实生活中 有没有过这样子就是因为取舍过度 然后发生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呢 那么我先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吧 就是我在有一段时间 其实我是我希望我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身材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会去控制自己的饮食 然后去告诉自己我该运动 但是呢 我太希望在短时间内有这样的一个收获了 所以我并没有按照标准的要求 摄入每天应该摄入的一些营养物质 我基本上可以属于是节食的一个状态 在去控制我的饮食 那么最后这个事情带来的是什么呢 带来的是我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然后我就开始暴饮暴食 我在一开始是极度的摄入非常少的食物 到我自己受不了以后 然后是过度的摄入 那么最后呢 我当然没有减肥成功 我也没有获得我想要的身材 反而还因为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